中美两国在自动驾驶上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在老美压住人工智能时 中国则借助道路基建率先布局车路协同 希望将道路也智能化 来帮助汽车实现自动驾驶 如果规划顺利 中国将对老美的自动驾驶实现翻道超车 到那时 中国将凭借自动驾驶的先发优势 抢占背后的翻译市场 甚至能助力中国经济再次腾飞 那么车路协同到底是啥 我们的布局又是啥 今天一个视频看透自动驾驶大变革 如果有关注博鳌论坛的小伙伴就会发现 这次海南东与岛出现大量的无人自动驾驶车辆 乘客只要通过APP 就可以预约乘坐无人驾驶的出租和巴士 这件事非常奇怪 要知道自动驾驶这些年来 闹出的事故可不少 特斯拉 Uber 蔚来等等 都爆出过相关的事故 自动驾驶在很多人眼里就代表着不安全 但海南是怎么做的呢 他们在博鳌论坛开始前 抢先布局无人驾驶 博鳌可是亚洲顶级的高层对话平台 每年参加活动的都是各国的专家和领导 妥妥的顶流 在这样的一个重大场合上 大规模推广自动驾驶 那就说明一件事 推广自动驾驶 中国动真格了 而且非常自信 那么问题来了 中国为什么这么自信 要在博鳌上推广自动驾驶呢 它的背后又有什么含义呢 答案其实很简单 它的背后是一场自动驾驶的路线之争 而路线之争的背后是产业和未来之争 自动驾驶有两条路线 分别是单车智能和车路协同 一个背后站着老美 一个由中国主导 单车智能就是依靠汽车本身智能 来实现自动驾驶的 它搭载了大量的传感器和芯片 以及高级别的人工智能 这几个技术都是老美的强项 所以老美科技企业基本上都选择了这个路线 他们通过不断迭代设备和技术 希望能实现完全无人驾驶 但是技术还存在缺陷 在复杂的道路上 摄像头和机关雷达没办法完全识别 以摄像头为例 它和人一样容易被物体遮挡 存在视觉盲区 而机关雷达在极端条件下 也没办法感应所有的物体 所以有些车企 希望增加传感器的种类和数量 来弥补技术上的缺陷 但是这样又会导致价格暴涨 影响汽车销量 那么有没有一种办法 既能解决汽车盲区问题 又不用增加成本的 答案当然有 那就是利用路上的摄像头 他们位置比汽车更高 对路面的行人和车辆看得更仔细 完全可以给汽车提供路况信息 这个方案就是车路协同 如果说单车智能的自动驾驶 是让汽车变得足够智能 用来替代人工 那么车路协同就是让道路也变得更加智能 让车子和道路共同实现无人驾驶 只要道路上装载足够多的摄像头和雷达 就可以全面收集路面上的各种信息 那么汽车不需要太多昂贵的传感器 就能拥有了上帝般的视角 所以相比于单车智能 车路协同更容易实现高级别驾驶 不过车路协同也有局限性 它必须在基础设施完善的道路上才能使用 要大规模推广开 也需要高额的级线费用 所以两种路线优缺点都很明显 谁也不能保证哪个路线谁走到最后 每个国家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 选择不同的侧重点 老美等欧美国家以单车智能为主 而我们则偏向车路协同 但也不放弃单车智能 实际上不管是单车智能还是车路协同 都是老美提出来的概念 但是在发展过程中 中国却在车路协同上实现了弯道超车 未来还可能凭借车路协同 在单车智能上再次反超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为什么要压住车路协同呢 它真能帮助我们实现弯道超车吗 这就要说到车路协同在中国的发展 以及中国自动驾驶到底有什么布局了 车路协同是欧美上世纪50年代提出的概念 但是中国在2014年前后走在了老美的前面 当时通用汽车在美国新泽西州的高速公路上 布置了大量的通信设备 让汽车和高速公路上的通信设置连接在一起 于是公路就有了信号 这就是早期的车路协同雏形 到了1990年代 欧美汽车越来越多 不仅交通拥堵 而且也很容易发生事故 所以他们希望建立一个智能运输系统 通过布置大量的摄像头 基站和电子设备等 来监控和管理汽车 然后通过不断尝试 开发了ETC系统 道路监控等 改变了原本混乱的交通情况 而且每年还能减少百万起的碰撞事故 这一套系统就是后来中国主导的车路协同 于是车路协同就逐渐被其他国家认可 中国自然也不例外 车路协同刚发展不久 就遇到了联网的问题 汽车销和设备连接就需要网络 当时欧美使用的是WLAN技术 这种技术和WiFi一样 覆盖范围非常小 车辆很容易掉线 所以老美联邦通信委员会 就将5.9GHz频段中 整整75兆赫兹的重要资源 交给了汽车厂家搭建车联网 希望他们能够解决技术问题 结果事与愿违 在此后的20年时间里 车联网的问题一直没能解决 想要大规模推广 需要搭建非常多的路由器 才可以满足车辆使用 但是这些路由器成本都要几十亿美元 于是车路协同的发展就陷入了瓶颈 直到中国打破了僵局 中国虽然学习老美模式 但是并没有像别人那样完全照搬 我们一直在寻找新的路线 2014年后 中国开始推广4G技术 建设了非常多的基站 然后我们发现 汽车完全可以用基站的蜂窝网络来连接 那样就不需要再搭建网络了 于是在2018年时 我们公开建设蜂窝联网 并且在全国推广 原本福特通用等都支持老美的技术 现在都转头来支持中国 中国主推的蜂窝车联网 实现半导超车 成为全球的主流路线 有了车联网 车路协同的发展速度重新加快了 中国也凭借新发优势 在车联网专利上 远远领先世界其他国家 但是 单单车联网的专利并不太值钱 它背后的汽车产业 才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 不管是传统汽车还是新能源汽车 都是一个巨大的蛋糕 而汽车的终极形态 自动驾驶 更是存在三个万亿产业的潜在市场 不管是科技企业还是传统汽车产家 都希望自己能率先抢占制高点 于是 我们就将目光瞄准了汽车 瞄准了自动驾驶 而这一次 我们将倚仗车路协同 再次掀起革命 车路协同有三个维度 分别是车辆 路况以及系统 其中 路边的摄像头和雷达 重担汽车的腹脑甚至是大脑 让汽车传感器和芯片在并不完美的情况下 也能完成L4级别的自动驾驶 在老美等发达国家压住单车智能的时候 中国则选择了优势领域 车路协同 一场关于自动驾驶的路线争夺站 将再次掀起 那么问题来了 凭借车路协同 我们真的能率先完成布局吗 答案是完全可以的 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 中国选择车路协同的路线 是经过长时间验证的 也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2011年时 中国就开始正式布局 智能车路协同项目 而且还入选了国家863计划 2014年时 就通过了863项目组的验收 而中国在2019年时 就在车联网的专利上 占据全球一半左右 成为当之无愧的霸主 而且 中国道路建设和基站的建设 是妥妥的名列前茅 所以 三个维度中的路况 中国是以绝对的优势 领先其他国家 至于云控系统上 中国也毫不逊色 2020年 中国颁布七大新基建项目 其中 5G基站 大数据中心 人工智能等领域 成为国家重点发展对象 以前很多人都说 中国高科技落后老美 其实和大家的印象不同 像这种的高科技基础 中国并没有落后 有些甚至超过了老美 这些都是云控系统的基础 有了这些基础设施 车路协同的道路智慧就更强了 所以选择用车路协同的方式 来实现自动驾驶 是一种非常适合中国的方式 当然看到这边 很多人可能不同意 单车智能只要车性能足够好就行 而车路协同 却需要车和道路配合 但是所有的道路 都得建得非常智能化 成本很高 所以还是单车智能比较现实 其实啊 这里面就包含了大国智慧 当某项技术的几条路线 出现在一个国家面前 小国可能只能压住某条方向 但是大国有资金有能力 都是多条路并行 而自动驾驶上面 中国也不例外 走的就是车路协同为主 单车智能为辅 在大城市或者高速公路等主干道上 中国优先布局车路协同 因为它最容易实现L4 乃至L5的完全自动驾驶 而在偏远地区 中国依旧也在发展单车智能 还是以华为百度为主的民营企业 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车路协同需要大量的道路建设 大家都知道啊 基础建设是一项未来投资 它的作用可能需要几年 甚至十几年才能体现出来 属于吃力不讨好的类型 而这种建设通常都是由国家带头的 民营企业负担不起这么大的投入 所以啊 中国看似优先布局 其实目标很明确 就是抢占自动驾驶产业 这样做优势也很明显 在短期内 车路协同会让中国占据 自动驾驶产业的先发优势 长期内 如果单车智能路线走得通 中国顺利成章地完成切换 依旧可以保持产业优势 至于其他国家则很难做到 要么钱没我们多 要么机械没我们好 那么问题来了 我们率先完成布局后 真的能成功吗 答案是非常有可能 今年4月份 博鳌论坛期间 中国推广的就是这个项目 海南省还上线了东宇岛车联网项目 通过车路协同布局L4自动驾驶 总计有12辆不同种类的无人驾驶汽车 在海南东宇岛上删用 乘客只要通过APP 就可以预约乘坐无人驾驶出租和巴士 自动驾驶总共分为6个等级 只有后面的L4L5才是无人驾驶 也就是说啊 中国的无人驾驶已经商用了 要知道啊 无人驾驶商用连特斯拉都没能做成 2021年 马斯克说 特斯拉在一年内就可以实现L5级别的无人自动驾驶 结果残遭打脸 实验后他又迅速改口称 将在2022年实现L4级别的自动驾驶 至今依然未能实现 马斯克发表类似的宣言还有很多次 但是自动驾驶就像魔咒一样 让他一次次的实验 那么问题来了 海南是怎么建设L4自动驾驶的 为什么科技巨头都没办法完成的是 海南的车路协同却可以 其实说起来 在海南东与岛部署自动驾驶是有原因的 博鳌论坛是亚洲顶级的会议 在这里推广高级别自动驾驶 不仅效果直接拉满 而且可以提高中国载5G和车联网上的影响力 但是想要实现这个目标并不简单 首先 海南的气候非常复杂 湿度和盐度非常高 对自动驾驶感知设备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其次目标不同 因为这里要做推广的试验点 那么就必须做到可落地 可复制 可运营的三大要求 不能搞自嗨的方案 所以为了达到宣传效果 项目组选择了从博鳌机场开始 长达21公里的路线 这条路线上有机场 景区 有开放路和封闭路 场景符合大部分城市 尤其是一段1.2公里的隧道 在国内并没有自动驾驶的先例 难度相当高 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在合作伙伴上 项目组并没有选择 而是选择了具备落地能力的企业 有中国联通 宇通集团和文远之行等 中国联通就不说了 是中国的三大通信运营商之一 而文远之行是L4自动驾驶企业 在中美两国都拥有无人驾驶许可的企业 是自动驾驶的行业龙头 至于宇通 虽然他是汽车制造商 但是他们在自动驾驶领域同样很优秀 也是这次总集成和巴士的供应商 这个阵容虽然没有互联网大产的名声大 但是在自动驾驶领域却丝毫不逊色于他们 我们以难度最高的隧道路段为例 它是由无人巴士负责的 当他穿过隧道时 隧道超过一公里 车辆面临没有导航信息 所以需要无人巴士本身具备优秀的自动驾驶算法能力 能自己完成自动驾驶 但是为了确保绝对的万无一失 隧道内还部署了5G基站和传感器 以及远程代价系统 这样就可以让5G和蜂窝车联网相配合 来实现信息跟踪 即使出现极端的情况也由安全员辅助驾驶 无人巴士顺利完成了任务 这就是车路协同比单车智能的优势之处 海南车联网项目从立项到建成只花了三个月 而且具备推广到全国的技术条件 车路协同或许不一定是自动驾驶的方向 但是它与单车智能的结合 却可以让我们相比其他国家更早布局 甚至更早实现自动驾驶产业化 这也意味着中国在自动驾驶领域 真的具备弯道超车的条件 当然本毛也衷心祝福我国的技术越来越好 好了我们下期见